好了,繼續講講民生地區的事,我見到一宗這樣的新聞 原來2017年的施政報告,即臨病施政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叫做地區健康中心及健康站 就是在18區縱容,我不知道有沒有網友去過健康中心或健康站 我覺得審計署遲了很多東西,審計署基本上沒有東西找過 審計署發現19年啟用的葵青區健康中心,九項服務目標,KPI 四項不達標,OK?九項目標,四項不達標 另外,他有些會員,我不知道怎樣才能做到會員 只有9%會員,是用他的所謂健康評估的服務 好了,先不要講細節 以後公務員就是這樣,就是有這樣的KPI 這些KPI我覺得正常健康,審計署的KPI應該正常健康 但之後那些,就不是說服不服務的,愛不愛國,是否效忠黨 你說是不是這麼誇張,待會講一下梁美芬的提議 對於教師的提議,你就明白了 好了,繼續講講健康中心及健康服務 員工流失率,100% 嘩,厲害的,厲害的,別的東西沒那麼厲害 香港現在沒什麼厲害,流失率就很厲害 護理服務,流失率128% 有什麼可能會流失128%呢?有的,就是說一年不止就一個 社工流失率,275% 醫衛局回應,葵青地區中心啟用 一直是社會暴亂和疫情影響 我屌你老母 社會暴亂,就算是 第一,社會暴斷是你政府造成的 第二,19年開始 屌你老母,現在是2022年 沒有人生病,還可以賴黑寶 第三,疫情影響我們 現在你的中心成立,就要解決疫情的問題 你說因為疫情影響服務受助,這樣也可以 社工為什麼會這麼高流失率?我想說了兩句 因為我太太就是社工 社工在香港的地位 我不知道有沒有社工的朋友 其實我也認識很多社工 是很奇怪 社工是一個非常專業 其實社工有點像監製 杜汶澤那個 雖然說是X毛 社工就是潤滑劑 社工就是什麼都要幫 什麼都要做 家裡有問題,我又要上門去探訪 兒童的問題,可能是父母的問題 父母的問題,可能再是父母的問題 老人家有問題,可能是子女的問題 然後父母有問題,父母也有問題 老婆也有問題,老公也有問題 總之什麼問題,社工都要解決 但是 香港好像不當社工是專業人士 如果有社工的朋友可以幫我引證一下這個說法 即是說在待遇方面 說的是專業認證方面 社工好像不覺得是專業的人士 這是很典型香港的情況 這件事很奇怪 所以流心率就很高 好 好了 之後就有說 這個健康中心提供什麼服務呢 有幾個層面 第一,預防 推廣健康 健康評估 譬如糖尿病 高血壓 等等 第三 就是做慢性疾病管理 你服務不達標 我也覺得挺難想像的 你想想 我覺得香港 如果你的服務只要牽涉幫助老人家 你還要不收錢 怎麼會不收錢 你看那些 香港的門診 或者 沒有說什麼 有時候那些 政黨幫忙量血壓 大排長龍 你在疫情期間 你提出健康服務 假設幫助老人家 會不會做一些 的輔導 幫助老人家量血壓 呼吸含氧量 然後如果有雙方咳 幫助老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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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不爆 怎麼會沒有服務做到的 唯一解釋的就是 這些健康中心 我真的不知道 看款式就好像挺多 是吧 濫於充數 隨便 整個中心就算消數 或者完全不推廣 是吧 起完海工 談到夠錢 起完就算數 是吧 社工流失率275% 那你做一條毛呢 這些事情 香港之後的事情也是這樣 好了 講教師 什麼都走了 教師呢 教育局公佈了上個學期 直資公營的教師流失數字 4,000個老師 走了4,000個老師 按年升七成 按年升七成 即是上年應該是 3,7,2,2 上年走2,000多人 今年就走4,000人 德殊學校 走199教師 這些真是慘 這些真是慘 不好意思 教師呢 都不是說很難做到 尤其是 記不記得呢 其實都沒有久之前 我想十年八 都沒有 我想六七年前呢 是教師沒有工做的 大家每個人都記得這個情況 有一段時間是教師沒有工做的 第一 經濟難 第二 教師的方向比較穩定 你做資深的教師 不會走的 你怎會猜到會碰到 港共政府呢 說真的 如果沒有港共政府 那些教師怎會走呢 死都不走 你做到一些系主任 班主任就未必很高 系主任 什麼什麼 副校長 可以有幾個副校長 你做了十年八年 你真的十萬八萬 真的可以是 我不是說不辛苦 我不是說他們不值 是吧 但是人工真的高 你十萬八萬 那我怎會走呢 那時候新入行的人就很難找 現在你真的猜不到 現在竟然是不夠教師的 是吧 特殊學校這些 這些是很重要的 其實很慘的 一間學校應該只有幾個而已 一間學校只有幾個 那你 你就是靠他去幫那些特殊學生 怎樣去用 怎樣去 繼續去學習進修 你沒有這些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那麼 每年都走八九幾人 OK 好了 好了 蔡若年 他就說 上學年的流失率是高 但是呢 現在的學校普遍是運作正常 因為學生都走了 搞事是走學生走 就運作正常 其他細節就不特別長說 上年走的走的 現在的重點是 其實是之後是否一直走的 對上 我真的不敢說 我認為應該是要保持走的 因為留在這裡的成本越來越高 以及移民的成本越來越低 為什麼移民的成本越來越低呢 因為越來越多資訊 其實移民最大的 當然有幾件事 就是我之後做些什麼 或者我在香港的家人怎麼辦 以及我不夠資訊 就是說我不知道我轉了會怎樣 現在這麼多人走到英國 你基本上每天都有認識人走到英國 每天都有人走到英國 其實你會比較熟悉 而且你會覺得有照應 再加上你其實在香港有層樓的話 你真的不用擔心賺食住 說真的 不用太擔心住 當然現在你要買一出才行 買一出是難一點